小小假牙争议缠身 所以导致了整个假牙市场的混乱 我也会担心它会不会有这种黑暗的回扣 材质众多 价格混乱 消费者究竟如何选择 我的要上万块钱 你的可能只要一两千块钱 本期生活万罪之假牙谜局 为您揭开假牙背后的真相 生活万岁 今天我们跟您说说牙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却要命 如果您的概念还是停留在 补牙 香牙 取齿 那用一句流行语 您out了 我们今天要跟您说的是假牙 我们先来看看图片 这是一副三百年前的假牙 整个牙托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是用陶木做的 上面镶嵌着不同材质做成的牙 这是博物馆里边的一张图片 这副假牙的主人叫乔治华盛顿 今天假牙的概念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广了 就像图片上大家看到的一样 大概可以分作三种 第一种叫做全牙裂的缺失 也就是满口的假牙都不见了 也就是满口的牙都出了问题 这时候我们需要做全口的假牙 第二种就是牙裂的部分缺失 比如说上牙或者下牙缺失了几颗 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人工的种植 或者做一些假牙 还有一种就是牙齿 牙罐的缺失 比如说一颗牙损伤 或者牙罐断掉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人工的方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大多数的行业认可的假牙的范畴 非常非常大 除了主持人提到的三种假牙外 现在市场上还流行着另外一种 可以迅速让牙齿变得又白又美 所以受到很多爱美人士 甚至是明星的青睐 这种假牙称作牙齿贴面 贴片一般我们统称都叫假牙 但是贴片我们作为美容修复的比较多一些 其实这些都属于假牙范围内 如果广义上来说 就是不属于牙上的东西 后期做上去的都是假牙 牙齿已经不仅仅是解决我们咀嚼的问题 它更叫做人的第二张名片 一口好的牙齿是健康的象征 也正是因为市场概念的混乱 所以导致了整个假牙市场的混乱 而这种混乱已经不仅仅影响到 老年人 中年人 甚至青年人 都在为这件事情而烦恼 我以为假牙就只是说 戴在上面那一颗才叫假牙 原来它有这么多概念 对 现在你做的这种牙套 也算是假牙用的 范围很广 以前我觉得假牙就是老年人用的 其实现在年轻人也很多都在弄假牙 包括好多明星 他会给牙上贴那种贴片 然后显得让牙齿白一点 包括当年纳粹就非常残忍 抓住犹太人的时候就把杀死 还把金牙都给一个个拔下来 然后这个也要冲理他们战争用的费用 其实这个假牙的历史还是蛮久远的 我所了解大概是在17世纪左右开始出现 但是在欧洲开始出现假牙 但咱们中国的郎中 基本上除了教你漱口以外 不会有什么关于牙科手术的 最多咱们听那个相声里面说 拿根老弦挂着 给你拴在桌子腿上 然后点个炮掌 说到假牙的话题 好像一片子打开了我们的思路 假牙的市场很大 但是到底有多大呢 一位专业的牙科医生告诉我 假牙市场大概是按照功能 可以分做四种 简单地来理解 解决你的病痛 解决你的咀嚼功能 解决一些美容的问题 比如说爆牙 比如说牙齿明显的缺陷 甚至整个脸部的缺陷 还有就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美 那这四大类的功能 就好像囊括了几乎所有的人 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健康方面 甚至美方面的要求 可是你知道吗 在市场上正因为市场大 所以假牙的品种 假牙的材质 名称 概念 方法非常非常多 你甚至会听到两个人之间对话说 为什么我们的假牙看起来 是相同的材质 我的要上万块钱 你的可能只要一两千块钱 物理看花 到底应该怎么样 把假牙的市场看清楚 我们今天的生活万岁 就来为您揭开假牙市场 重重迷雾背后的真相 假牙的价格为什么会差别那么大 假牙究竟身价几何 生产假牙的企业会偷偷地给医生塞钱 生活万岁之假牙迷局 继续为您解答 本栏目编导曾走访过多家口腔门诊 并从中发现 即使相同材质的假牙 价格也高低不等 如果是不同材质的假牙 价格相差就更大了 虽然价格昂贵 但是这些门诊表示 它们采用的假牙都是定做的 有产品质量保证卡 上面印有诊所名称 患者姓名 生产日期 产品编号等相关信息 质量绝对有保证 我觉得牙既然说 有那么大的价格差别 我还是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就要咱们用的手机 有几百块钱的 一千块钱的 功能和那个几千块钱的 其实都一样 都能上网 都能发微信 但是它的性能 确实差别很大 有一点 我也会担心它会不会 有这种黑暗的回扣 比如说 回扣 你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生产假牙的企业 会偷偷地给医生塞钱 然后让医生把那个更贵的 对 用这个更贵的 然后其实医生会拿回贵 不过我觉得医生的手艺 其实也是值一定的费用的 比如说 它给你种植的水平高不高 它也是有一定的费用的 假牙的价格 为什么会差别那么大 为什么有些假牙会那么贵 如果仅仅是材质的不同 或者医师水平的不同 治疗环境的不同 价格的差异 这是您可以理解的 可如果是相同的材质 看起来相同的材质 价格却相差几倍 甚至十几倍 那问题可能就不小了 这是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 某一尺加工厂 以下是记者暗访时拍摄到的画面 盒子里是碎钢头 工人们正在用它加工一尺支架 现在跟它合作了有七八年 根本就应该不得了老板 因为这个东西没拍没准 参与的东西太多了 它都量大 它也怕出事 而据专家介绍 这种碎钢制作的假牙内含有有毒元素 使用后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记者看到 铸造工人先往干锅里放入几个碎钢 然后又加入了一些废旧钢头 将它们融化在一起后 浇注到模具中 刚才的短片看到的是 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曾经曝光过的 一个假牙 掺甲的事情 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 它们本来应该做真假牙 但是做成了假假牙 那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不少 我们来看 比较典型的 这是发生在湖北仙桃的一件事情 那么11月27日 湖北仙桃警方联合了食药监部门 捣毁了一个非法医疗的器械窝点 那么就发现里边有原料443包 包括有一些质保卡 有2万多张 说明书有5000多份 而涉案的李某和黄某 涉嫌非法经营被依法刑事拘留了 那除了材质的不同 除了这样的摊甲 甲牙的价格参差不齐的背后 还会有什么玄机呢 出现质量问题 患者如何维权 你可能会选择价格昂贵的人工合成的材料 安装甲牙到底都应了解哪些问题 消费者没有义务去直接去了解生产牙齿那个过程 甲牙迷局继续为您揭开甲牙的秘密 甲牙虽小 加工过程却并不简单 今天我们将带您见证一颗甲牙的诞生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 一尺加工企业 您所看到的就是甲牙加工的生产线 从街道牙科医院或诊所的制作订单 到一颗成品甲牙的加工完成 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的制作 主材料的这个体现来讲的话 养活钩这个产品主要分成这种进口的 有德国的 还有咱们国产的 在养活钩品牌这个上面来讲的话 它也会分为价格不同的品牌里面 从高端的 有中端的 也有低端的 专家提醒您 不同价位的原材料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使用周期 消费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还有我们在制作过程中一些副材料的 还有人工的成本里面 你比如说我们在使用的一个打磨工具 我们还要分成很多种的 从切削的这个设备来讲的话 它有几百万的 有几十万的 所以说你从精密度来讲的话 就是高价格的切削仪的精密度 肯定会比低价格会好一些 除去繁复的工艺流程和材质 对甲牙价格的影响 医生的技术也是甲牙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能老百姓就想这个材料是货真价实 这个材料值多少钱 知道这个物质多少钱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物在制作过程中值多少钱 人员成本很低 然后只讲这个东西的实质成本 这个就是一个现在的倒置现象 这个牙齿的价格确实参差不齐 但是以你个人的经验 你觉得现在换一颗假牙或者补一颗牙贵吗 我觉得如果说整个信息都透明的话 其实还好 因为现在有些诊所就是你进去 你说我想要补一颗牙 它会给你拿出几个价格的方案来 然后给你很清晰地描述 说怎样怎样 我觉得如果这样有选择权的话 那其实还好 但是有选择权它永远告诉你 你看进口的2000 国产的1500 还有这个1000 你要按在自己嘴里 大家还是觉得我肯定想要最好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认为 那个价格我们应该去公平地去看 因为人们有一个观念就是 这个牙的市场价减去它的出厂价 如果数量很大 得出一个结果很大 这就是暴利 出厂价200块 卖了2000块 这就是暴利 但是你去不去想 一个医生给你种一颗牙的那个手 一值多少钱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却要命 这一方面说明了牙疼给我们的身体 带来的痛苦 还有一方面其实表达了大家 害怕去看牙医的恐惧 因为去看牙 补牙 拔牙 香牙 这真的不是一个美妙的经历 所以有些人希望一劳永逸 希望材料更加的坚固 希望一次种好 补好 就再也不要犯了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概念 和很多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你可能会选择价格昂贵的人工 合成的材料 比如像二氧化糕之类的 可是虽然花了很多钱 虽然就医的环境 好像也让你心理上比较满足 但是也会出现牙齿做好了 过了不多久 会出现脱落松动或者其他的现象 而这个时候 消费者又该何去何从呢 我们知道如果购买的商品有质量问题 我们会寻求相关的售后服务 那安装到我们口腔里的假牙呢 如果假牙有了质量问题 我们又该如何维权呢 作为患者呢 当我们烤刺牙戴上以后呢 患者是需要知道 我这个烤刺牙是做了什么材质 是事先我和医生沟通的 是这个材料 有没有官方的出具的这个证书 这是我觉得对患者 我们自身的一种保护吧 像我们正规的企业 都会给病人提供这种质保卡 和主要原材料的这种 网上查验的这种卡片 你可以根据卡片的内容 在网上查就可以了 大家应该去执行这个权利 去分享这个权利 因为作为一个产品来讲 它是有成本的 如果我们看到市场上一些 已经远远低于成本的价格的话 那一定会有问题 我觉得其实应该有一个 终身的一个 因为一颗牙可能要十几年 如果若干年之后出了问题 应该能够一直追责到 当年那颗 就是每一个牙 每一个诊所 现在都是五指化 都是可以用数字化的档案来存档 因为每一个做了一个牙科手术 都要有一个存档 然后时刻能够在你的病例档案里面 能够追责到 那个给你做牙齿的医生 这样通过医生 就能够直接追责到 那个生产企业了 我觉得消费者没有义务 去直接去了解 生产牙齿那个过程 对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好 也能防止医生从中 吃回扣这种现象 对 这种终身制追责 其实在法律行业 都是通用的 一个法官要为他判的案子 一辈子负责 那你这个医生 你对你这颗牙 如果他的保质期是十年 这十年之内 你都要为这颗牙负责 我们购买的不是那颗牙 我们购买的是医生的服务 牙齿是我们的第二张社交名片 一口洁白的整齐的牙齿 一定会为你增分不少 更重要的 它是你健康生活方式的 一种标志 所谓牙好 胃口就好 您还记得这一句 牙好 笑容才美丽 所以如果您有需要 去做一颗假牙 去做一齿 或者让你的牙齿 变得更加的美白 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 一定要找到好的医生 感谢各位的收看 感谢瑞芳 感谢周时 生活万岁 下期再见 眼前这一幕 发生在辽宁省锦州市 2017年12月12日 一名五岁大的女孩 在家中玩耍时 不小心将右手食指 深入蒸笼的圆孔中 无法取出 铁北消防中队 对女孩展开了救援 救援人员使用斜嘴钳 小心将圆孔扩张开 终于女孩的手指 被慢慢解救出来 平安365提醒各位家长 年幼的孩子 正处于好奇心较强的年纪 家中看似平常的物品 也极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危险 所以平日里 还是要加强看管 避免意外的发生 最后一会儿的女孩展开了 雷一人的宁握 那么多年 在大海上 那么多年 最后一会儿的女孩展开了 这一会儿的女孩展开了 好奇心达